好大家好 歡迎來到下午的第二場的分享 那這場分享的話 我們分享的講者是Cyphers 還有俊斌 那相信如果在場有前端開發者的話 可能也在開發的過程之中碰到譬如說要做表單驗證 或者是行別檢查 或是要做配置環境這些麻煩事 那這一場的話Cyphers跟俊斌他們就會分享 他們如何利用各種開源工具來解決這些麻煩事 那在開始之前我要特別補充的是 歡迎大家進入到CoastCop官網 然後這場議程的介紹資訊裡頭有我們的HackMD的共筆 歡迎大家一起進入共筆 一起進入這場議程的筆記 那我們現在就掌聲歡迎俊斌跟Cyphers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開源工具加入前端開發 然後因為前端開發過程中會有多麻煩的事情 然後我們會分享說主要利用各種開源工具來解決這些麻煩的事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解法是framework agnostic的solution 它是不分量的話都可以使用的 好 那我們先列一下說前端開發可能會一些常需要做的事情 例如說你要先開發環境然後很麻煩 然後你要做資料驗證 然後你要等API把它寫完 你才有辦法去串 然後串的時候你要做一堆API的request跟response的行別檢查 然後你要就是對反正就非常的麻煩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會解決掉大部分的事情 那剩下需要做的就是課UI 然後更管好你的dataflow 那做這些事情呢 我們只要依靠一份API的文件就可以達到 然後我們的試用情境是在於說你用的是restful的API 然後前後端分離 那我們先從設定開發環境開始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套件要裝 那每個都要找它的官方文件 然後找它的sample code 然後怎麼裝 怎麼設定 很麻煩 然後你的設定長還有可能會互相的衝突 那有可能你用vit然後建好之後 你可能又不是你習慣那個template 例如說像我自己比較習慣就是我的eslint 跟那個pretier 它是存檔就幫我做 而不是說還要去下comment 或是等到precommend就幫我做 就有點麻煩 那我就希望可以一次把它輕鬆把它全部裝起來 那這次前端開發可能會用到一些工具 那接著會一個一個大概講它可能麻煩在什麼地方 就我自己覺得 那首先是這兩個 他們常常整在一起的時候就很容易 就是出一些奇怪的問題 就不用太認真看 那就例如說可能是正常寫錯 或是套件忘了裝 plugging忘了裝 然後或是說可能像pretier 它在前陣子跟第三版 那你如果平常沒有注意的話 可能就plugging就死掉了 對就很麻煩 可能就壞掉 那這是vscode 如果你用了eslint 你如果裝過這個extension 你可能寫過上面這個settings 那如果你寫svelte 你還要多右邊這個setting才會動 不然它本來是不會運作的 那如果是寫測試的話呢 如果你寫view章可能還好 因為它伸出來這個template 已經足以讓你知道該怎麼去寫它 但如果今天寫svelte kit的話 它伸出來就是很unitest 就你不知道怎麼去測你的component 就要去找文件把它裝起來 那其他這些套件呢 每一個在官方都有很完整的教學 教你怎麼裝它跟設定它 但是你每次建議一個環境 都要去找這些文件 就很麻煩它建議這檔案 對就很累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問題呢 我寫了一個指令給自己用 它叫做lice.md 那最近在開發第二版 那它在後面要加那個 atdev的一個tag 那指令剩下一個叫init 那用起來很簡單 它現在是可以用的 那它會先問你說 請問你使用哪個套件管理器 那在我選完之後呢 它會問你說 你使用哪個framework 那現在支援五個選項 就是view,relate跟svelte 還有svelte kit 或是什麼都不是 你可以選最後一個 那你選完之後呢 它就會跳出 你可以裝的哪些工具 那你就把它全部選一選 它就不然一次把它全部裝起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個demo的影片 那一開始呢 它就先從 從init,vit開始 給它跑一下喔 然後現在當前目錄 然後svelte 然後ts 然後先安裝套件 那個 你的套件 然後裝完之後 就可以下 npx 然後lice.md 然後dev 然後init 它就問你說哪個套件管理器 然後自動偵測說你是哪個框架 然後不然你要裝在那邊選一選 然後按下enter 它就開始一個一個把它裝下來 然後這邊我就快轉一下 就先選yeslint 的相關的配置 然後選完再往下走 然後繼續裝它的pre tier 然後剛才也有勾那個stylelint 然後裝一裝 到husky 然後 然後 然後它在裝的時候會幫你 固定一些plugin 跟像例如那個pre tier的那個 板號 讓它確定是在正常運作的 然後testing library 然後再往下 裝的msw 然後後面就 一路把它裝完 那裝完之後 然後 這邊等它跑一下 它的那個vscode的id 跑完 那個設定它讀到之後 它就會去 讓你可以ctrl-s 然後就把它排好 對 那你在開發中 就變得很快樂 你就寫一寫 然後ctrl-s都把它排好 那這邊是svel檔案 然後ts也是一樣 然後再到 跑 這是css的檔案 然後再來是跑test 就給你的範例是可以動的 然後git add 後面跑committ 讓它去跑定stage 然後全部都把它fix好 對 好 那前面這個環境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那我來講一下後面 就是 知道驗證的部分 就是 我們其實 有去別的地方講過 然後蒐集了大家一些困擾 比如說什麼 欸 那個 response pass之後行別是 any unknone 毫不方便 或是什麼 知道驗證很麻煩 會寫一些typeguarding 然後操累 然後或是什麼 小地方忘記驗證 之類的 OK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例子 假設說今天這是一個 就是你預期 你會在 打一個API 然後拿到這個data 就是有什麼ID name email什麼的 一個user的data 那 可能長 就是 可能的request長這樣 就是說 你就用assios去送一個request給他 拿到一個data 然後把它cast成unknone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unknone data 就是 呃 就是你以為你跟 後段拿的是一個json 結果其實是一個promiseunknone 對吧 這個大家都知道 然後 就有些人可能會這樣 那個 直接把response data cast成unknone 結果 欸 你的ID開心了 然後你的language server開心了 可是你亂跑起來 直接死掉 OK 那我們通常會這種什麼事情呢 在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promiseunknone 之後 我們會去做narrowing 就是做那個 typeguarding 就大概長像這樣 就你可能先寫一個type啊 然後去 呃 做一個那個typeguarding的部分 然後就 揮穿一個那個type predicate 然後 先做 做完這個narrowing之後 再去做一些欄位的驗證嘛 就是你可能欄位 可以有些限制之類的 那 其實 如果你只是一支API 然後想要驗一個資料 就這樣 一直寫寫寫 覺得 太麻煩了吧 我們有這麼多支API 這麼多資料要寫 好 那這邊介紹一個工具 叫zard 那zard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 schema declaration的工具 然後 還有那個runtime validation 那 它其實是可以把 那個schema的declaration 跟這個 剛剛有提到說 還有一些欄位的限制 呃 加在一起 就是你可以一次驗完所有東西 然後 它的API 其實很簡單 很好用 也很好讀 然後它的所有的那個 那個interface都是trainable的 然後還有type driven design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然後它也可以用在javascript 不過這也不是今天的重點 好 然後它的ecosystem 很健全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用zard去解決 就是 這邊是剛剛的那個 想要拿到user data 那zard的話 要怎麼定義呢 就是說 欸 你看到這個data 它是一個object 所以我用z打object 包起來 那一個一個欄位來看 這邊是id 那它就是 驗它是不是string 然後它是不是uid 然後name 它就是驗它是不是string 就好 然後email的話 它就驗是不是string 是不是email 然後gender的話 這邊有一個enum 然後ip的話 就是驗是不是string 是不是ip 然後adger的話 就驗是不是number 然後是不是positive 應該不會有負的年紀吧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parsing的部分 你剛剛把那個schema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unknown的data 直接丟進去 然後這個出來的user 可以保證什麼呢 保證它是通過這個pars的 然後而且 它是有 已經還有所有的type資訊 因為它去做過narrowing的嘛 好 那 當然錯要另外處理啦 對 好 那 你可能會說 欸 可是 就是 我其實 要去寫一些 那個function 我可能會需要type來做signature 那 剛剛手寫type 是不是還是要繼續寫 其實不用 rod有提供個infer 你把剛剛寫好的schema 為給它一個type 然後讓rod自己幫你infer 一個user的type 你做這一行 會等於你去手寫這個 就是一行搞定這個 你剛剛有schema了嗎 不用再寫第一次type OK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example好了 就是說 今天有個餐廳的schema 然後跟它 推出來的type 然後一個 不 餐廳的schema 推出來的type 定位資訊的schema 跟定位資訊的type 好 那 可能API大概長 就是你發送 API code大概長這樣 就是 可能有個find suitable restaurant 然後傳一個bookinginfo的資料進來 然後我先看一下 驗一下說 那個bookinginfo有沒有符合這個schema 然後把payload送過去 然後回來的時候 再驗一下 它是不是restaurant schema的array 剛剛說都是trainable的 然後再去做一個parse 然後再去做一個parse 不過這邊其實有幾個點 一個是 這樣寫起來 也太多了 就是 它很 沒有規範 但是寫起來style都不太一樣 而且它要寫很多個 然後 或者是一個隱藏的點 就是說 那如果這邊發生error怎麼辦 你cash之後 然後呢 就是 不安全的感覺 所以說 再介紹一個工具 叫zadius 那zadius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zad加acius 就是 對看得出來吧 很明顯 zadius ok 那zadius這個東西呢 它是centralized的api declaration 然後 它這邊就是說 你API 基本上 就是 你原本的定義以外 你schema都可以用zad定 所以 它其實parameter query request response error 都是 可以有去達到typesave的效果 然後它可以寫成rpclack的syntax 然後 你的language server也會很開心 然後 因為它是azios的wrapper 所以azios 能做的 它也都能做 好 然後它有一些 solid跟 react的wrapper 不過這邊就不討論 然後 它有express的wrapper 好 它的用法大概像這樣 就是 你位給它一個API prefix 然後 跟一個endpoint的list 然後 你就new出來一個zad定義的API client的instance 然後就可以拿去用了 寫法大概像這樣 就是 一樣嘛 丟給它一個API prefix 然後 我們就拿剛剛那支 那個第二個範例 就是 fine suitable restaurant來看一下 好 它就是一個 那個poster的method 然後 它的path隨便給一個 然後 alias就是剛剛那個 function的名字 然後 description optional的 request format就是json 那parameter 就是可以把剛剛的那個 booking info的schema 直接拿來用 好 那response就是 也是把剛剛那個restaurant schema拿來用 然後它是一個restaurant的array 然後 error的話 它也可以自己定schema 不過我們剛剛沒有寫 error的schema 所以我們這邊再多寫一個 response error的schema 有call跟message 然後可能會傳400 傳500 什麼的之類的 舉個例子 然後 你這邊 東西填好之後 不是new出來一個API的client嗎 對 我看得到吧 好 API的client 這個就可以 這個instance就可以拿到你的code直接用 就是就API 然後DOT 然後就開始 欸那個 IDE 選選選選 選好 我選到這個fine suitable restaurant 然後這裡面呢 那個欄位 它的payload day跟people 也是直接在那邊tap 選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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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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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這次都幫你做好 然後 Arror handling的部分也是 還記得我們有訂一個 Response Arror Schema 在右上角 你把Arror cache起來之後 Zadius有提供一個 isErrorFromAlias的 方選來幫你做Narrowing 就是把你寫好的Endpoints填進去 然後這個 其實也是AutoCompletion 就是選一下 然後把Arror丟進來 所以它的Arror就會幫你自己 Cache成Zadius的Arror 所以 你再把這個ArrorData拿出來 它就會是你自己 訂好的這個Arror Schema的格式 然後就可以拿來用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Zadius跟Zad 你可能還是會說 好多什麼Endpoint寫不完 然後什麼 那個Code跟API Document對不上 溝通成本大 什麼 那個Response Request 一個一個欄位對 在那邊寫Declaration嗎 寫不完 那怎麼辦 OK 那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我們這次就是 提出來的Flow 這個Flow是這樣 就是說 你先有一個Documentation API Documentation 然後你再去做CodeGen 好 CodeGen什麼呢 剛剛那個Zadius 然後接下來就去開發嘛 開發到一半 大家討論出一個新的Modification 然後再繼續這樣 循環下去 好 那以前可能大家怎麼做 就是先開發 就沒有這塊嘛 開發 然後開發完 再去生文件 你可能手中寫或CI 然後再去改 然後再去開發 是反過來的 就以前可能是反過來的 可是如果你CI或手中文件沒有做好 就會有落差嘛 好 那 欸 我們這邊直接來Demo一下 就是第一步 準備一個API Documentation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後端工程師討論 或者是 總會有人 那個可以跟你討論嘛 對吧 然後 好 那 我們這邊有先準備一個API Documentation 這個就是 我跟TrackGP討論的一個簡單的 to do的那個 OpenAPI的Documentation 好 然後 第二步是什麼 第二步是 Generate Zadius的Client Code 那這個Zadius的Client Code呢 是這樣的 就是說 剛有這個Documentation 所以我需要一個方法可以變成Zadius Client Code 那有兩種方法 都是同一個工具 叫做OpenAPI.Client 然後 第一個方法是 把它當CliTour 直接轉 然後需要準備一個Template 然後第二個是 你可以去它的網頁 就是 左邊 你把API Documentation貼上去 右邊它會幫你伸出來了 不過我們今天先用CliTour 唉唷 不太確定 好 然後 剛剛有看到那個API的report 那我們今天用Sign Module的方式把它加進來 會不太小 Sign Module的方式把它加進來 好 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前端的Skill的report 然後 我們已經有這個API的Sign Module了 好 那有這個API的Sign Module之後呢 我們 這邊 有個Template 那我們就這樣 就是 OpenAPI的ZadClient 然後 第一個參數把 那個API位進去 然後第二個參數是它的Template 就是API template.hbs這個Handlebar 然後第三個是它的Output 所以 下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產出了一個 API.client.ts的這個Generated Call 然後通常 通常會把這個東西 拿出版控啦 因為 我們不希望 就是有人去修改到它嘛 就是 呃 對不要進版控比較好 好 然後 產出來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裡面會有剛剛提到的就是 Zadius的 Zad的這個 schema 它自己幫你纏好 從那個 API documentation拿出來嘛 還有它的Type 然後還有這些 就是它的 Zadius的API的Declaration 然後下面呢 最下面有一個 Create API Client的一個 function 就是 呃 協助你Create一個API Client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用 index.ts 然後 export const API Client 然後你這邊可能就用一個 環境變數 好 就丟給它一個prefix 就好了 好 那你的API.client就可以拿來用了 那我們來填控 就是 這邊有一個add to do 好 那我們把這個add to do 用API.client來完成齁 那就是 剛剛的 欸有什麼create to do 好有了 好自動填控 好爽 然後有一個title title 對 title 然後這個 new to do title 好 然後 回傳的 好 然後那個 我們把to do 給它 加進去 好 然後把to do title 清空 好 那這樣 就可以完成 就是 呃 剛剛前面那些複雜的東西 包括 驗證 然後包括你的API.client 都好了 OK 那我們來回來看一下 就是 好 好 好 那 接下來 automation的部分 就是其實 剛剛那邊都是可以直接用 呃 automation去做完 譬如說 我跟後段工程師討論好 提出一個修改 那 修改之後會推上去這個API的repository 那我可以在那個 CI pipeline裡面去加一個說 欸 那個 我要去trigger 我前端repository的update 那 前端這個 repository一旦收到update呢 它就會去fetch新的submodule 然後去trigger 把剛剛那個API.client.ts 去rebuild出來 regeneration出來 然後再去做整個專案的rebuild 那如果rebuild是 OK的話 那它就會直接步上去 那如果rebuild壞掉的話 那它就會先 就是 就是要求你人工把它修好 然後再deploy上去 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來 直接再來demo一次 就是 剛剛這個meta 譬如說 欸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 步上去會長怎樣 欸 sorry 好 步上去會長這樣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to do app 那我們這邊 隨便寫AAA 好 OK 那如果我們寫AAA呢 五個字它就會跟你說 最多三個字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欸 三個字怎麼那麼少 那我們去改一下 這個meta 這個meta 好 然後 這個meta 我們譬如說 這個maxdance是3 我們把它改成5 好 maxdance是5 改完 然後推上去 因為它是一個會success的改動 我直接跟你說 這個會success 所以等一下 我們在demo的最後 應該就可以看到它直接 步上去了 好 那接下來 來 那接著就是 前面已經生成了API Client 但是如果你後端還沒有把API完成 裡面沒有辦法使用它 所以接下來會介紹一些工具來解回這個問題 那 就介紹的是 mark service walk 那它可以讓你很輕鬆的去mark那些end point 好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 打API的請求 就是簡單的一個圖 就是前端發request給後端 然後後端回response給前端嘛 那當你用了它之後呢 等於中間多放了一個msw 它會攔截你的request 然後根據你後面會定義到的handle 去回你的response 那它就不會跟後端有溝通 但是 實際上你也可以去 讓它有那個 就是連連過去 但是 呃 今天不是討論這個 對 好 那上普大學之後呢 再把它抽掉 就是從上一個這樣子 然後把它換掉 就一行call都不用改 然後接下來是看說 怎麼定義那個handle 然後這個是官方的範例 結果這邊有兩個handle 就是兩個endpoint 一個是登錄 一個是取得當前登錄的user 那可以看到說 現在當前登錄這個user的 那個handle 這邊有做一個驗證 如果它沒有認證通過的話 就會回403 那如果過就回200 然後就這樣把它再 一直pull出去 好 那整合到底軟器的話呢 只要下上面這個指令 然後就生出一個service worker 在你的public的這個路徑下 然後這個路徑一定要答對 後面會講為什麼 對 然後下面再把這個worker 建起來 然後把handle丟進去 然後到你程式的進入點 可能是man.js或ts之類的 然後把它worker start 把它跑起來 然後外面可以包一個 就是判斷現在的emv 是不是在開發 還是在production之類的 那就可以做到 剛才把它抽掉這個過程 好 那再講為什麼那個 要打對這個路徑 因為它這個worker start 它原始碼裡面是跑 左邊這一段 就是它把這個setup worker API 把它入出這個instance 那裡面有一個start的master 裡面會去讀它的start options 那預設呢 它UIL就是讀根目錄 所以你一定要設對 不然它抓不到那個service worker 它就見不起來 那這個東西它在那個官方是有 表格對應的 你可以去看它官方去設定 那再來是有很多endpoint要mark很麻煩 對 那還有像前面有那個驗證的邏輯 可能它寫很多也是很麻煩 所以希望有個middleware可以用 那這邊呢 解法就是 我包了一個套件 叫做msarray case 它 就類似JS有JS的case 這個擴充一樣的感覺 那它可以去 建一個middleware 就寫restr.middleware 然後用法跟後端的一模一樣 應該差不多 就是 如果驗證不通過的話呢 你就回答403 那通過也就return next 就往下走 那用法很簡單 如果你的handle 是用一個array包起來的 你就點map 然後把appify進去 所以你可以這樣串很多個 就appify很多個middleware 好 那你也可以用 mswautomark 這個套件呢 跟前面的radius一樣 就是從你的API文件 去伸出你的一堆的handle 那用法跟剛才一模一樣 就是 丟進一個文件 然後-all 到哪一個路徑 那它伸出來的檔案像這個樣子 就是 左邊是它的handle 然後右邊是它的response 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那 這有個小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 response啊 是用輪詢的方式去產生的 然後這個輪詢這個i呢 就是全域共用同一個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先get2do 先取得一次 它會先回你個200 那下一次呢 你去create2do的時候 再回你一個400 然後再下一次 有別的再回你一個404 然後再create一次 再回你一個400 你就很不好測一個 就是 完整的一個happy paste 就很常朋友對錯誤 那後面又把它解決掉 好 那當你使用它之後呢 發現掛掉了 因為前面提到radius 它會去 再做那個驗證嘛 那 因為前面它那個 automark 產出來的那個response 是亂數產生的 它可能不會遵循你那個 rad的那個驗證的那個邏輯 所以可能就會壞掉 好 那這邊解法就是呢 我把那個 它的report report 就是fog下來 然後來改一下 那它支援radius這個功能 就在後面加一個簡歷 這個flag 然後把api 可以把它丟進去 那它就會變成說 左邊這個是radius 生出來這個schema 然後 右上呢 是原本它亂數產生的這個response 變成說 下面這一個 從schema 去generate這個mark的data 那它就會符合rad的那個驗證的邏輯 那就不會被radius擋掉 然後第二個差異呢 是前面那個輪循是痊癒的i 把它改成說 用我的middleware 然後從paste name去分 所以基本上你應該很容易 測出一個heavy pass 就會全部都200 這樣子弄過去 它下一次可能400 多少之類的 那 如果你想要全部都200 不想要有錯誤 你可以把那隻杯就再把它改成0 它就永遠都是回第一個 就會都是200 好 那 最後提一下說 如果我今天是想要做一個玩具 或是我就沒有一個API的文件 那我不想要寫radius 那麼複雜的request 跟response的那個 驗證的那個rad的邏輯 那怎麼辦呢 我包一個小套件 就是 你可以寫一個endpoint 然後它幫你轉成一個 Azios的API client 那左邊這個是它定義的方法 就很簡單 那 如果你的前面呢 是Lttp的master開頭的話 就可以直接寫路徑 那如果不是呢 你就在底下 明確定它的master跟paste 那用法會跟右邊這個一樣 就是一樣會有自動補齊 對 就很快樂很好打 然後後面那連包的東西 就是跟Azios只是一模一樣的用法 好 那也可以跟前面這個 輕易的做整合 就不只擴充了middleware 還有一個define的方法 它是可以丟進一個paste跟一個master 它可以幫你把它轉換成rest的handler 所以如果這樣寫的話呢 前面這個的路徑改的話 或是方法改了 這邊一行都不用動 只要改裡面邏輯就好 如果你有需要改的話 那 所以我們來做個summary 就是今天我們解決的事情 然後怎麼解決的 從開發環境開始 我們使用lice-end 然後等API寫完了 就是mark service worker 然後驗證我們使用lod 然後對API的request跟response 我們使用lodius 去做行別檢查 然後marking這些data 我們使用automark msrvautomark 然後這個API去生成一堆的endpoint 我們使用的是openAPI的lodclive 然後 然後 這個是我們的聯絡方式 那左邊這個是我的github 有一些奇怪的轉眼 如果有幫助可以幫我按個心情 還有問題可以發個issue 對 然後還有我的blog的網址在裡面 那右邊這個是星翰 這是他的github 跟他的個人網站 然後最後我們來看 剛才前面那個demo的結果 好 然後還記得我們說 我們push上去之後 然後其實 等一下喔 好看一下 我們push上去之後 然後他會去trigger 那個 那個前端的改動 應該這個齁 6 minutes ago OK 然後他會去trigger前端的改動 然後前端的改動 他就會去把那個 新的submodule爬下來 然後弄些test 然後之後 部署上去github pag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github page 是不是已經可以 送出五個字以下的東西了 剛剛是三個字嘛 好 我們都沒有改code 我們只有改APS的documentation喔 一二三四五 欸成功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對 謝謝大家 好那現場開放 呃 我們還有四分鐘的時間 有任何問題想要問Cyphers跟軍兵嗎 請說 欸 請說 欸 請說 欸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對一個zod 我有一個問題是 關於conditional schema 因為我們公司是用yap 然後他可以有一個東西叫wain 就是假設我有一個叫做meta 他有可能回答一個是title跟description 但他的條件是 呃 istitle是等於true的時候 他才回title 然後istitle等於for 他變回description 然後想說yap有這種功能嗎 不是這個zod有這種功能嗎 我不確定 我真的不確定 呃 對 我也印象中是有啦 對 印象中是有 不過其實 呃 zod其實還有支援 額外很多不同的驗證 那 這邊如果你想要做一些那個 單純就API documentation 沒有辦法去定義到的驗證的話 你可以再去 呃 包一個rapper 然後把那個schema稍微抽 呃 改一下 然後在zodius的部分 用一個plugin 然後去改一下他的驗證邏輯 對 然後就可以做到很 很多很彈性的驗證 對 我們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都還可以舉手發問 OK嗎 我就請他們再聯絡 好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就是透過 呃 軍兵還有辛漢他們提供的 聯絡方式聯絡他們 那如果有任何的會後的問題 想要私自請教他們 因為我們有下一場分享 等一下就會上場 所以我們可以到外面 然後跟他們請教 謝謝 那我們再一次給 呃 軍兵跟Cyphus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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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